好那这些都是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说针对这些代谢综合症的 还有这个糖尿病的管理 因为其实糖尿病的话 它在于它的血糖控管上面的话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叫做HPA1C 那HPA1C的话 它是评估你这三个月来 你的这个糖尿病的管理有没有很好 那这个在这个研究发现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去降低这个HPA1C的 HPA1C是什么 HPA1C的华文叫做糖化血色素 它意思是你的这个血糖 它会黏在你的这个红血球的色素上 所以就叫做糖化血色素 那它是一个判断 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so so 因为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血糖一旦它黏上这个 你的这个 这个 血 红血球的时候呢 它是分不开的 所以意思是说呢 你吃越多的糖 那么它就黏的越多 加上呢 你的红血球的寿命是120天 so 它可以 它是分不开了的 所以在这120天呢 它一旦黏上去 120天都不会分开 除非你的红血球 就是 死掉 所以呢 它可以去 它可以去帮你 帮你 帮你去评估 你的这个血糖控制的如何 所以HPA1C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而且你HPA1C太高的话呢 比起血糖异常 血糖值 那个HPA1C更为重要 所以HPA1C呢 是你不可以去操控的 意思是说呢 因为有一些人呢 会选他血糖值最低的时候呢 去做血糖检测 所以可能人家 有一些 有一些人就是 早上起来血糖最低的嘛 不要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时候去检测血糖 那血糖值低 它就会有一点 我血糖今天很漂亮 HPA1C呢 是不能骗人的 是因为HPA1C呢 它就算呢 你要检测血糖前 你才开始 顾你的饮食 但是你其他时候一直乱吃乱喝 但是它也是会反映你这三个月来 你的这个血糖的状态的 所以HPA1C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针对这个糖尿病 对这个糖尿病 你还在那里 对这个糖尿病 就算是一个糖尿病 对这个糖尿病 就算是一个糖尿病 你还在这儿呢